當然最主要的是 講到三峽大巴 其實大家印象也許都還有一點 就是當時要蓋三峽大巴的時候 剛剛俊憲提到了 幾百萬人的大遷徙 那中間發生了很多的故事 可是老公就執意要蓋 其實你知道嗎 三峽大巴 因為中國實在是太大 然後而且那個時候 就是說蠻窮的 那所以在毛澤東時代 大概好像1953年 就曾經想要蓋大巴 那時候周恩來去看完以後 他們後來發現不恰當 所以就拖延下來 那為什麼後來在1990年要蓋 因為那時候1989年 發生天安門事件六四 那正好李鵬是國務總理 然後江澤民好像是黨書記 那他們就想趕快擺脫 那個那種陰影 所以就想要蓋三峽大巴 你知道三峽大巴 剛剛學偉講那個叫母親河 你知道那個三峽一直這樣 那個三峽那個水 這樣一路流下來 養活了兩岸 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民 對 而且十九個省份 而且自治區通通在裡面 那你如果說真的要蓋那個東西 第一個工程真的浩打 對 而且你說天災 人定勝天 是不是真的可以人定勝天 如果那個是真的人家講的龍脈的話 你就毀了自己的龍脈 這個也是問題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說 魷魚 但是江澤民跟李鵬想很快 想擺脫那個那種陰影 那李鵬也很壞你知道 後來就發現三峽大巴 確實蓋好以後 地震頻繁 各種問題都有 李鵬就耍賴 就是說都是江澤民一個人決定的 跟他沒關係這樣子 那其實有沒有關係 當然就是這兩個人合起來搞的 好 那你說三峽 那個時候在蓋的 就是說一九八九年 一九九零年 就傳說要蓋這個山 要把那個大巴要蓋起來 你知道很多臺灣老百姓 跑去三峽遊 因為想那個三峽的故事很多 什麼兩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以過萬重山 很多臺灣老百姓跑去遊三峽 連我們家的哥哥帶著我媽媽 他們全家也跑去遊三峽 那時候大家都要留下最後紀念 因為把那些城市全都淹了 沒錯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大陸其實還蠻窮的 所以那個時候的那個船 也不像現在這麼時髦 你看他們每個人還穿著雨衣 因為在那個船上 那個烏山峽的時候 隨時都有雨 叫烏山雲雨 這個地方好像就是最窄的地方 只有一百公尺 就是三峽裡面最窄 那個烏峽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時候的船也很落後 然後大家也很土這樣子 可是每個人都要去看三峽 因為兩岸有很多古蹟 因為中國歷史五千年的歷史 而且那個時候三國時代 很多事情就在那邊發生 什麼那個叫做什麼孔明煉兵 還去三寢夢禍 通通都在那一帶發生 所以當初要蓋的時候 大家就在想兩岸這些古蹟怎麼辦 全被咽了 那根本搬不走有很多 所以後來這些古蹟什麼全部埋到水裡面去 就很多人真的很傷心 比如說最有名就是什麼張飛廟 屈原洞 還有一些丞相池塘 全部都埋進去 所以很多台灣老百姓就想 最後要去看一下三峽兩岸是長什麼樣子 但是這個大壩蓋了以後 你再想兩岸的老百姓 就是說都要把它牽走 你不能把它中中淹到裡面 那牽走的時候最後中央 因為那個時候正好天安門事件發生 國內也真的是 國際的評論也不好 所以就要遷移這些老百姓的時候 就給他們優惠的待遇 怎麼個優惠法呢 就是中央決定說 每一戶因為很多人 幾世代都住在那個岸邊 生活 田地 房產都在那邊 那所以好像就是說依附給他三萬人民幣 讓他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慰勞他們 第二個就是幫他們搬遷 找個地方去住 那結果中央決定三萬 到了省的時候 發下去到縣市只剩兩萬 縣市政府發下去到鄉鎮只剩一萬 那發到老百姓手裡 剩下 猜猜多少 一千塊 只剩一千塊 那一千塊還要叫老百姓說 致付搬家費 自己去負責搬家 所以說在共產在那種制度下 你知道層層博削 然後而且這個 作為一個老百姓的話 身家性命真的是不值錢 所以到他手裡剩一千塊 一千塊還要負責搬家 還要扯搬家費 這房子一個月都沒錢啊 對 但是問題是 在那種制度下 老百姓沒有辦法去爭權利那些 所以他整個過程中間 確實讓很多人真的是 你知道有怨言 但是你真的沒有辦法發 那但是你說現在 就是說當今天這種問題 就是說當然也有人說 也有人建議說 這個三峽大壩 既然這樣子問題那麼多 你乾脆就把它打開 讓就是有多少水 就讓它流掉 可是老公因為要水力發電 他認為蓋這個大壩就是水力發電 其實蓋好以後發現水力發電的效果 並沒有那麼好 但是問題是四川一帶也好 沿路上也好 真的是天災融禍不斷 地震尤其是多 所以那個時候就傳聞說 就可能就是這個大壩的關係 可是共產黨那個時候不能承認 因為他覺得承認就表示 他們蓋這個是錯的 可是那個時候就大家 老百姓就傳聞說 那些地震那麼頻繁 特別是在四川 就是因為大壩這樣蓋下來影響 那像剛剛昨天也好 學委說那個魚在那邊跳 那當然就是地下面有問題 那大壩蓋下去 那麼重的量子壓下去 所以問題是真的很多 但是當然就是說 大家講那個日環時 就是天災人禍 可是我覺得日環時 不是只有中國大陸 臺灣也有 那其他世界 其他國家有 所以我想現在其他國家 你看像美國也是 那個黑白種族歧視 然後把那些曾經涉及到 黑爐的那些 不管你是總統要什麼 要把雕像通通扳倒 英國也有 現在連白宮附近的那個 Andrew Jackson的那個銅像 也要把他扳倒 所以我覺得全世界都在亂 但是沒有一個地方 會比大陸那麼亂